我去明外之類的 見到好像你們傳媒組拍攝到的 其實我也有聽過病人的老人家去明外 真的生活了香港那麼多年 沒見過好像這樣的情況 是很痛心 覺得自己突然間是不是去了第三世界 變成好像全部人都不知道在等著什麼 但其實醫護人員已經不停地去做 但真的做不完 2003年的時候 普遍的市民都其實不太願意去急症室 反而去車量反而減低了 第一波的時候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但去到第五波可能已經大多數人感染了 也都真的覺得需要去看醫生 變成了工作量比以前多了很多倍 和舊時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還有做了那麼久都沒試過 控制是一輛救護車都沒有 我們去跨區工作是很嚴重 是香港區直接去到新界做事 去全班或者去屯門 有些人就說我叫了救護車很多小時 為何都沒有來 這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因為當時我們的承諾 十二分鐘一定會到場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問 為何我們叫了護車你們都不給我 上次的疫情可能死亡率高 大家都會很害怕 因為我自己的病情都很嚴重 我是屬於很嚴重的一類 我是入了一個星期的深切治療部 就插了後 也都昏迷了一個星期 那麼住院差不多一個多禮拜 一個多月才會勉強出院 再在家裡做給家人治療 這次我們都有同事染疫 而且我們那一隊都 這間局都比較多 也有些康復已經上班了 因為我真的不敢回家 我經常覺得 好像自己很容易帶了病毒在身 都怕感染他們 不要說家人 有很多朋友都沒有見過 只是上班下班和見同事 就是說我們都為消防署 其實打了不少的硬仗 很老實的 由2003年開始 你知道很多運動 其實大家都打了不少硬仗 每一波都過了 都希望今次的疫情 大家都能夠熬過 因為知道整個香港 每個人都很辛苦 這段時間 都希望大家 只是咬緊牙關 過了這一關 beam 防罩 有些人 的心 是 神教 有最新的 有最新的 就是 我們